這邊就問完了,Dr.你是否有一篇好問? 有一篇是要讀少少的,上次讀了醫療百年的騙局 今天會有少少提醒大家,有一位學者 他是在台灣的一個人寫的,張瑞通 他是美國名導大學校長,一個名醫 他家是如意世家,早年他留學過日本和美國 有西內科哲學法學生,沒有學問 他在國立大學生發疑教所聊天 寫了一些心得的題目,大家可以聽聽 所以他有提過,將對抗療法醫學 他改過西醫學,將他用化學和器械檢驗 化學藥物治療或者外科手術治療 為本體的西醫學,因為這些醫學很自以為是 這個西醫學再調調科學科學的,他們將這個科 他們說西醫學不科學,他們披著一個科學外醫的迷信 他用來對抗療法醫學的體系,是屬於一個大邪教 即是在西方世界對抗療法醫學,即是你不用幫我殺你 你有什麼病,我用藥,殺死你的細菌,成為對抗的手法 這些西醫學的體系,大製藥公司就是他們的上級 醫療和診所就是他們的大小教堂 他們的精神就是賺錢,是他們的教育 藥婆做醫生就出來,這套水 那奉醫醫生就是穿著一具白色道袍的神父或者牧師奉獻 實際上這些醫生是藥廠的次級推銷員 有病的人就是他們發達或者向上爬 爬到上去社會地位的試驗品和搭腳石來的 病人是這些醫生的搭腳石,或者是他們的法老鼠 好了,大藥廠規定什麼病開什麼藥 醫學博士的醫生如果違反,立即解僱你由於 法理,令世不得翻身 被藥廠直接推銷員,你用得一個層次 他們至高無償物法寶就是化學的藥物 用化學原料做的藥物 好了,一種藥的開發,一定要在老鼠身上去開支它的程序 一直到批准上市,要花很多錢,很多個的一百萬 其中呢,未計賄賂,有錢不算在內 應酬這個學官,應酬衛生署,各個國家都是這樣的 而且你要花十幾年時間 好,結果經過十幾年時間,表面上 就以為這個藥物經過千除百年 就以為對醫的疾病一定百發百中 叫做科學的製成品,因為我經過很多試驗,經過很多測試 但新藥出世不足幾個月,就出現很多不同的毛病 不僅治不到病,它的副作用簡直是害人聽聞 吃了東西有副作用,他很勉強說,撐不到幾年 這個十幾年之後千呼萬呼出來的性品 就被人淘汰了,就被市場淘汰了 在這種藥物,現時市場上的藥物 不斷地甘生創新,被人感覺到醫學很槍盛,很先進的假象 其實絕大多數的藥,都是帶了很厲害的毒藥,廢物 整個製作過程,是他們故意設計,做到難上加難,非常科學,偉大發明的假象 特地製造了一個假象,三個假象,做到十幾年了,很誇張,很誇張 然後吹死了很偉大發明的假象 實際上演一套科學魔術的鬧劇,去蒙蔽人和社會群眾的眼同意 更好是甚麼呢,大藥廠專門養了所謂的專家 專門幫藥廠做一些新的病毒或者細菌 製造新的好惡的疾病,配合政治的需要 就要去散播的地方散播,把病毒的細菌 然後再向這些地方推銷他們的疫苗解藥,兩頭吃,雙重無理 賣毒藥的也是他,扮毒是他,賣解藥的也是他 好了,有個美國博士,Dotamon用很多篇幅長述疫苗的反作用 很靜靜地去警告世界的人 千萬不能迷信專家在傳教時講的疫苗功效 因為所有的疫苗裡面,迷伏了另一種病毒,唯一細菌 你那個病患者會自動感染傳播 然後再買他們更多新的藥和疫苗 這些都是科學專家他們做好制定的圈套和配套 即是把一個陷阱裝來的,即是你吃的藥 你現在會帶來另一種,另一種搞另一種是這樣的 好了,依然變成一個合法傷人和殺害人的場所 和一般的逃場不同的就是 被傷害的人必須要傾家亡產,付出極旺貴的價錢 去要求被這些醫院的醫生去殺他 如果你是窮人,付不起藥費 就算你跪在那裡扣穿頭 他們都不會浪費時間來殺你 除非他看中了你的器官 有多大麻煩 有一個博士說 凡是化學的藥,是大藥廠背後的世界最大有淺度的藥傳說 即是做藥廠的人可以和做石油的人一起鬥入淺度 現在世界的藥廠 整個醫療系統和政治法律掛勾 如果有病患者不願意接受他們的治療 法院就可以立即介入強制執行 例如化學藥,它本身有這些藥可以幫助讀書的學生 小學生品行好,學習好 只要有關當局認為哪個學生要服這個藥 你那些學生就一定要服這個藥 如果你不服這個藥就不會上學 如果家長出點交涉,你的家長就會被起訴 判刑、罰錢、坐監 百分之六十的美國學童都要吃這種藥 正面的效果表面看不到出來 但它的副作用就很大 那些吃這些藥的學童就會有抑鬱、脫肺、嚴重的自殺 所以性情變得很火爆 有時都會刺傷自己,殺死父母、殺死祖父母、殺死同學、老師和校長 因為這樣,很多家庭、環境女孩 就要叫子女退出了這個教育制度 改上去一些私人的學校上學,不去這些政府學校 因為吃這種化學藥品,而引致殘廢 令到死的美國人每年最少有150萬人 這是國家公佈的數字 給國安 好了,從這方面看到西伊邪教組織的疑問 勢力龐大,財力無窮 這個制度不單止是危害到美國本身的部數公民 同時又是對外的戰略武器 威迫你有在另一個國家的醫療制度上 必須和它接軌 所以這些藥廠富豪,但經常公開說 這個比你正式去人家的政權更加實際 更加權威,更加沒有風險 所以這些藥廠富豪要征服一個地方 它就會在那裡淡持善家 做好事,捐贈藥品,捐疫苗 做一間或者幾間醫院的人去一個地方 有一個全國健康聯盟最主要光明是認識民眾 生命權是上天給我們的 維持健康也是人的天賦的權利 人類有權去選擇對自己最合適和最有利的治療方針和方法 美國人民有權在各種現有的醫學中選擇一種或多種治療方法 所以譬如,美國除了對抗療法外 還有很多種醫學,例如順勢療法,自然療法 脊椎關節療法,民間療法,西方傳統草藥療法 這些醫學和對抗療法應該是平等 任人選擇,任不應該同用政治權力為它獨專對抗療法 任由這些對抗療法,即西方對抗療法去鋒斷 將其他一切的醫學和療法定為非法 對待使用其他醫學的治療者,不允許保險公司付錢 警察可以隨意取締在地步,當年在美國 對於Dr. Mom領導的人民脫棄起來,堅強抗爭到 所以後期美國政策慢慢放寬,逐步現在總起了很多種療法 都是合法化的,之前不允許的 現在香港爭取這個藥衣都合法化的,以前不允許的 或者美國政府對這些採取干涉的主義 例如你把沙、伯特科管、自然療法醫 現在他們政府都不敢干涉,准許他們自由發展 後來針灸研法,由維克上總統在中國帶回美國 到現在都變成了一個合法化的待遇 讓我增添力化 在美國是准許你去開辦中國醫學,醫學院和各種訓練家 這個是美國向中國折軌 其次,在美國的全國健康聯盟的宗旨 就是鼓勵人民認識清楚你的情況 真正的醫療應該是著重於乳房、醫學 正所謂一個盎司的乳房是好過你用一磅的治療 所以現在我們搞那個康布天地 推行這個白沙的保健護法 就希望香港人是免費治療的 我們鋪在康布天地上 只要他們買我們用一個肉的白沙板 我們說得很清楚的 就是令人不需要受這些衣霸去治療 當然他們認識不清大家都需要去找一些專業新聞和意見 但普通的問題我們可以解決到 又不要編載西還是中葉 你兩邊都要拿意見 讓一些有衣得的,你自己的感覺也有衣得 我相信那些街坊福利會在前前全體鑽診會好些 對抗治療的原理原則上太過人工化 離開了天移解治療越來越遠 太過依賴化學的抗生素 本來就要靠它來抵制細菌,制止發炎 但因為它的殺傷力太過分 那些超前的人類在地球上生存的細菌呢 變化 是變化,就因定了變化 很迅速說,就能夠對死了的化學藥品產生適應力 就變成它會對抗過力 等於這些人死了藥,就多了抗藥性 化學藥的力量都減弱或者無效 不但達不到殺死細菌的目的 因為由於這些藥的副作用 反而殺死了病人自身免疫的細胞 所以你自己會成為 令到這些細菌發炎比以前更加厲害 那還出現更多疾症 甚至到最後的癌症 即是癌症 過度人工化、公式化、僵化 這些醫療制度 除了你毀滅的人之外 這些醫生也會毀滅自己 這種毀滅醫療的觀點 因此回歸自然是必須的 一定要不顧一切 不需要不顧一切去再行對抗治療的羅國磚裡面 轉羅國磚 即是引用傳統的現在的西醫靶權 那種對抗治療的裏面 繼續轉羅國磚 這個被張瑞峰博士寫了這些文章 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參考 如何對自己的動向不同的看法